欧阳耀东 七岁起开始学画画 二十一岁起 拜岭南画派四位大师之一 赵少昂的女婿 也就是入室弟子 第二代传人周志毅 门下学习 深得大师真传 被称为岭南画派第三代作画人 八十年代 他也曾随月秀意愿 几位名家研修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风 岭南派是推崇写生 到外面学生 观察每一样东西 都要他有他的特色 你要观察到 观察到他的特色 才能拥有你的画 才能抓住他的精髓 你才能画得好画 经过四十年的历练 身处北国的欧阳耀东 逐渐把北画的奥韩 融入到南画的细腻中 开始塑造出自己的风格 他最大的心愿 也是他以过世恩师的最大心愿 就是把岭南画派的 艺术精髓发扬光大 挑战将剧了 250军 几位 美国 海域 沙 MR 50 2 isk